首先呢我们来看到 今年新春呢 我们刚刚看到我们有送这个 这个是错别自自己亲手绘制的 那今年最红的春联 大家知道现在呢 最抢手的就是韩院长的新春的春联了 好那么韩院长呢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呢 在这个立法院长韩国瑜 还有副院长江启臣 在新春就特别拍了影片制服大家 龙年行大运 那么这个影片po出之后 也引来了大家热烈的回应 同时按赞也超过了一万人 先来看看他们什么送上什么祝福 恭喜恭喜新年快乐 祝大家龙年行大运 好看到呢是这个小年也时候 那韩国院长在脸书上po出了 跟江启臣拜年的影片 并且写上有搭档自于远方来 好要祝福大家平安喜乐 那按赞破万 大家都说强强联手 好运龙来政坛双霸国会一切顺利 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今年呢 其实很多政治人物在过年的时候都会送上春联 那今年最夯最抢手 目前寒假最高的就是韩国瑜的春联了 那在这个烫金版的部分 今年印了是两万份嘛 那还有这个在这个民间版 那现在可以看到 哇这个叶元之委员 哇他就是想要帮这个他的韩粉们送这个春联 那么还从桃园到板桥啦 为了这个韩国瑜的春联 而且呢就位林先生说拿到春联真的快要哭了 好我们要请教立任家军 我们刚刚提到在节目中那天这个春联开箱的时候 我们都看到了 我觉得春联 政治人物送春联代表他的人气 因为有时候有些人 他不愿意贴政治人物的春联 他被贴上标签 尤其贴上你家门口 就代表说你是支持哪一个人 投给谁啊 怕左右邻居 或者是亲朋好友会这个忌讳 说你跟那个是 你是蓝的还是绿的 或甚至于是白的 然后甚至于跟我支持的对象不一样 就不愿意贴政治人物的春联 这是不可讳言的啦 但是这次我觉得韩国瑜 他大家会抢着要 而且拿到以后还很得意 这个洋洋得意的 把他贴在自己门口上面 代表是一种骄傲 那这代表什么呢 代表我觉得是韩院长的人气 就是大家会愿意贴上他的 就是我不会忌讳说 人家给我贴上什么 不要先说我是韩粉或怎么样 甚至于他还以此为荣 比如说我有一些特权 我有一些特殊管道 这个我有人气 我有门路可以拿到韩院长的门脸 然后贴在门上还觉得很骄傲 那我就贴了 那天是亮哥送我的 我就很高兴拿了以后 我就贴在我家门口 然后有些左右邻居还问来说 你怎么会有这个春联 还问我说你还有没有 我觉得这代表一个人气 代表说往后来讲的话 其实不管是这个 他在政治路上面 能够更向上一步 那短期来讲的话 或许我们认为他在立法院里面的表现 也会为全民所期待 全民也会当他的一个后队 尤其是政治人物的春联 我觉得代表是一种人气旺不旺 然后对表他以后来讲的话 可不可以得到全民的支持 我最重要的含义是在这边就是 如果说是大家都愿意支持他来讲的话 对他以后他在立法院里面 他讲话会更大声 会更放开手来推行各种福国立民的各项 各项的法案政策 不会说绑手绑脚 我觉得那就是代表全民当他的后盾 这是最重要的含义在这边 是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也跟大家来讲一讲这个故事 那么这个现在春联真的是很抢手 大家都问 像将军也只拿到一张嘛 对不对 情谋好像想要也没有 那么远之都特别排了时段 来发放韩国的春联 他来分享就是韩粉相惜的故事 是一名住在桃園林先生 他是上网来买 买到韩国的春联 但是呢他买到他割爱给邻居爷爷 还特别搭了两个小舌车 来到板桥拿春联 所以大家就觉得 哇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支持 而且也看到韩院长的魅力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部分 待会我们要来关心 那么韩院长呢 现在在立院到底大家来看 接下来能够做多少事 大家有多少期待 这个韩院长春联 现在是非常的夯 那么今天来到我们现场 所有的来宾 我们也准备了有这个毛笔 要请大家来挥好一下 送上给我们烙碗报的粉丝的支持 请我们的来宾们 待会呢也可以来写下吉祥话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到 韩院长现在出任院长 那么大家都非常的期待 不止赖营 但全民都会希望 能够看到有所表现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相较于前两任 包含了苏嘉全 游锡坤 这个时期国会稳定过半 那现在呢三党不过半的状况之下 真的是一个新的三国时代 那么韩国瑜除了要来敲意识锤之外 对于在法案 意识能够多大的影响力 待会我们要请教永平姐 像是过去王金平院长 真的是话坠也跟当 那么还是说韩国瑜能够成为 另外一位公道博呢 现在他能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以及在这个意识部分财囊空间怎么协调 请教永平姐 首先啊我觉得人生也是蛮奇妙的 因为我自己呢就是在 沉水扁时代 距离现在已经 快要20年了 20年前 不止哦 我是2001年当的立委 现在已经2024了 20几年前的时候 第五届跟第六届呢 都是王金平主持院长 然后都是这个朝小野大的时候呢 担任立法委员 所以呢很多人会觉得说 哎现在又回到了一个 三党不过半 可是是不是一定会朝小野大呢 因为现在的民众党 他的不可预测性呢 比那个时候 坚强的跟国民党一起合作的 亲民党在野联盟呢 情况不同 所以蛮难预测新的国会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可是呢我们可以说 由于韩国瑜 他是一个非常不按牌理出牌 奇才型的政治人物 甚至大家还记得赖清德 怎么样评论韩国瑜呢 他说这个横空出世的 不世出的政治奇才 那我觉得韩国瑜的这样的天分 会在立法院院长的这个职位呢 可能会发挥的淋漓尽致 因为这个目前复杂的政治情势 而且加上一个虽然席次不多 但是不可预测的民众党 所以你要如何的在立法院 能够让他有所推进 因为韩国瑜千万不可以轻忽 他现在人气虽然很高 你看春联的这个效应呢 我们还看到了一个调查 确实有将近五成的全国民众 最希望得到的春联 是韩国瑜的春联 这等于是一个压倒性的胜利 人气指标 对这个说明什么呢 这个说明虽然韩国瑜的立法院院长呢 是没有立法院过半的 投票的立法院院长 可是因为民意支持他 那民意支持他呢 你就要让这个立法院 他是真的可以运作的立法院 如果说你放任这个立法院呢 经常被杯葛 然后意识经常空转 然后朝野协商经常没有结果 这样呢或许你让执政党 这个40%得到总统的民进党 或许给他难堪 可是相对的这也不是民众要的 民众要的是希望一个有权制衡 现在这个不断的执政出包的民进党 而且呢在野党在选举期间 对民众承诺的所有的监督的法案呢 要这样批批啪啪批啪啪的一个案子 能通过 那这样的时候你就不是靠你意识杯葛 或者是打架可以这个达成的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柯建民啊 他一直他现在有一个重要的功能 他的所有功能就是叫做唱衰韩国瑜 唱衰立法院 然后整天呢他就变成一个末日博士心的人 整天都在对立法院的未来啊 都做各种非常负面的预言 可是我认为呢 韩国瑜根本不怕他 为什么 你光看啊 大家本来认为他的第一关 叫做立法院核实开议 对不对 那个民众党呢叫价很高啊 2月6号就来上班啊 最晚也要16号开议啊 对不对 那国民两党都认为23号啊 那韩国瑜二话不说 16号折抽 然后也给民众党面子 那这样很快就协商成功了 完全没有大家以为的混乱啊 然后中间呢 陈兆思还去闹了一场说 柯建民你对不起我 像这种乱入的闹剧呢 韩国瑜也都可以轻松的化解 那韩院长呢 他有一个预测性的名言 我这个在立法院待过 因为我那时候说真的 我心里啊最不甘愿的就是说 我这样子一个瘦小的女生 我之前又没有做空手道啦 各种方面的锻炼 我当时30几岁当选立委 我一直以为我经历法院 是因为我的智慧脑力专业训练等等 没想到呢 我经常要去跟那些 大我好几倍的那个 那个高大的男性呢 在那边推挤来推挤去 做人肉沙包 那时候我就非常的痛苦 那一个比我更弱的人 叫陈文茜女士 她就坐在我的位子旁边 讲话又细声细气 然后看到大家不得已要往前冲的时候 她就说我实在冲不了 那我就坐在这里好了 我们当时实在就很感慨 可是我们韩大院长说了 她说立法院就算三党国伴 也不需要打架啊 那我当时就在想 我说那如果朝野真的杠起来了 那不打架的情况 韩国瑜要怎样化解呢 后来我就灵光一想 我觉得真有可能 因为韩国瑜是一个 不按牌理出牌 金句连连 而且非常会讲笑话的人 看着我的眼睛 然后他说不定 就会出现在 因为大家都知道 冲突一定是抢占主席台 然后要拔麦克风 韩国瑜说不定会出现在一个 奇怪你想象不到的地方 怎么样来几招 然后突然自己带着一个麦克风 连串的讲一大堆笑话 然后大家哈哈大笑的情况 本来你站位要冲突 谁跟谁对战的时候 因为笑得要命 紧张可能就化解了 我相信韩国瑜还有非常的多招 他那个脑回路真的太惊人了 大家还记得吧 那天拜访民众党团 当时所有国民党的人 都警告他说你不要去 你不可以密室协商 他不给你公开 你会被做掉 这个蓝白盒的时候 国民党已经受伤很深 你要小心什么什么的 也都是觉得阴霾很深 结果他去 克随主辩了不讲 出来的时候做了一招 保证民众党 不管怎样沙盘推演 一百招都想象不到的 跟他的宿敌黄国昌说 我们可不可以抱一下 然后这样拥抱了以后 黄国昌从错愕到后来 灿烂的微笑 我真的觉得韩国瑜 因为他没有架子 因为他跟民众接地气 而且他非常的关心庶民 大家不要忘了 百分之四十五四十六 这种要他的春联的这些民众 很多都是基层的庶民阶级 而这庶民阶级 他最坚强的后盾 那不需要他推什么样的法案 他只需要在关键时候 冲突的时候 让大家知道世上苦人多 那你立法委员 你架还打得下去吗 我是真的觉得 韩国瑜可以以他的关怀之心 用他自己的方法 对 他的幽默感 他的政治的奇想 妙思 我相信他会化解 未来很多的冲突 而在他掌控的立法院 尤其跟江启臣 真的是很好的搭配 一个接地气有庶民的支持 另外一个非常有国际经验 也做过党主席 跟国际的各种友人 处理的非常好的部分 然后又再搭配一个 秘书长周万来 这个活字典 教科书 其实柯建民 现在所有的乌鲁 都因为他已经不势立法院 最会玩弄议事规则的人了 所有他给其他党团设的 坑挖的陷阱呢 都有人可以治他 都会一一被破解 对 就叫周万来 所以我觉得 未来的立法院 不但精彩可惜 戏码多 我认为他也会真正有成效 会通过不少 福国立民的重要法案 是 当然这很重要 太阳心全校客废 有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 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心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BOOK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OK 政府にな这耳朵 做志 Warner 推荐代码 圣读 任何俩 Wahl